台股在星期一的时候 整体的表现我们只能说 8000点是一个盘区 虽然指数到最后是一个小涨的 看起来比亚洲地区其他的股市来的略微好一点 但是整体的成交量不大 在收盘前本来只有666亿的成交量 最后尾盘5分钟 多了43地区做价 才有709亿 整个盘石这么胶着 个别股票就变成两极化的悬股 在最近前一段日子里头 很多的资金跑到了传统产业的 这种中销型个股 但是今天出现大跌的状况 包括纺织股自己的 如虹 名望石 巨洋 今天通通都是大跌的 跌幅惨重 甚至在之前涨到300多块 月日车创历史金口的价格 今天盘东也撒到也能点停了 这个气氛就开始转入 但是今天高价电子股当中 转强的仍然有 大力光第二根涨停 高价位的股票中100块200块300块400块2块 一路到800多块 这个比价的攻击的主轴方向是没有变 最近呢 就是8000两盘矩 其实是有点两极黄的旋骨 那我们可以多做功课 去研究 找一些由转转机型 相对股价遍地的 它可能更具有机会 代表 转机型 去研究